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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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十月了 天氣有點涼熱 很多人都喜歡在家點一些蠟燭 有暖暖的之餘 也有些香味 可以形成一些比較溫暖的氣氛 但大家在選擇蠟燭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 不要有那麼多是 chemical 或者是含原的面心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 你點這些蠟燭的時候 其實那些就會放一些有毒的物質 和有毒的粒子在空氣裡 如果我們人體或者動物吸走 就會影響身體和腦部的健康 這次就跟大家介紹一隻美國來的蠟燭 它是全人手製造的 裡面加入了不同的香氛和精油 而且它是用一個大豆的蠟燭 而綿芯方面也是一個無緣的物料製造的 大家點的時候也非常放心 這次我們加入了八種味道 我手上這個比較清淡的荔枝味 有爽身粉味 有橄欖味 有薑味 有香檳味 有芒果味 有柚子味 還有有藍莓味 而我手上這隻就是一隻大大大小的蠟燭 而這個大小的蠟燭 就可以點到80個小時 如果想點小一點的蠟燭 我們也有一個可以點到50個小時的蠟燭 而這隻香氛蠟燭除了可以點外 還可以塗在手上 當作一個潤手箱也可以 怎樣把蠟燭變成潤手箱呢 首先把蠟燭蓋熄 熄了之後 趁蠟還未溶 就立刻拿一點蠟 塗在指甲邊邊 動作要快 不然蠟燭就會很快晴乾 還有COBO的蠟燭是用一個天然香氛的 可以支援雙手 而且手上的味道很久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Bye Bye